明朝民间故事 男子为母治病 每天上三炷香 道士说 你碰上戒阴才了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明朝年间在实现 有一位叫做张有才的元外 是酒 这位张元外十次喝酒 有九次会酒后人前出秋 但张元外不在乎 他常说 家里母老虎管得严 不让那妾 我贪点酒怎么了 一次张元外陪着一位风水先生 去了实现后面的山选地 风水先生在前走着 跟在后面的张元外 走着走着 就觉得有些尿急 于是张元外便停了下来 让跟着走的那群恶奴 转过身去 然后他就脱了裤 肆意地尿了起来 呀 汤臭 汤臭 突然 一道尖锐的声音响了起来 那突兀尖锐的声音 只把张元外吓得 赶紧止住了尿 提起了哭 颤抖着说道 谁 张元外身后的那群恶奴 虽听出了张元外的害怕 但他们也了解 张元外的脾性 张元外最痛恨 有人在他撒尿的时候 盯着他看 所以恶奴们 没一个敢转过身来 瞧是怎么回事 没人应答张元外 但却有一只黄皮子 窜了出来 直直地盯着张元外腰间的酒壶 你想喝 张元外紧张地问 那黄皮子骨瘦如柴 却目光灼灼地 盯着张元外的酒壶 点了点头 酒壶里的酒是好酒 张元外虽有些舍不得 但他还是把那只酒壶丢给了黄皮子 毕竟老人家常说 惹什么畜生 不要惹黄皮子 他心眼小 得了酒壶 黄皮子丝毫不客气 轻车熟路地打开了酒壶 咕咚咕咚的 没几口 就喝尽了酒 打了个酒格 把酒壶摔在了地上 好喝 该赏 原来那道尖锐的声音 是这黄皮子的 张元外哪敢要黄皮子的赏 毕竟老人常说 黄皮子的赏 就是要你的命 所以张元外就赶紧连连摆手 表示自己不要赏 已经喝得眼睛微闭的黄皮子 没有理睬张元外的摆手 他不知从身上何处 掏出了一个小东西 丢给张元外后 就摇摇晃晃地离开了 金子 张元外用嘴咬了咬 黄皮子丢给他的 那块金灿灿的东西后 见证地说 用一壶好酒 换了一块金子的张元外 领着恶奴 继续得意洋洋地 跟着风水先生选地去了 但让张元外没想到的是 过了几日后 那只黄皮子敬主动 带着块金子 到了张府 找到他要酒喝 一壶好酒换一块金子 傻子不换你 所以自那以后 张元外都会每日 背上一壶好酒 等带着那只黄皮子 带着金子来 黄皮子常去张府的是 渐渐地 在实现的百姓间 流传了开来 但出乎张元外意料的是 只要是知道了这件事的人 每一个不是劝他 早日断了与黄皮子的联系 不然 到最后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听人劝吃饱饭 别人好心地劝告 落在张元外的耳中 却成了是别人眼红他 故意说给他听的坏话 一日 张元外乐滋滋的 跟黄皮子换了金子后 就提着一壶酒走上了街 因为最近 实现上来了一位 本事大的道士 张元外又刚好手中无事 所以就想去见识见识 你与科举无缘 不必在那上面浪费力气 不过你倒是可以去试试经商 新来的道士 一板一眼的 追作在身前的粗壮汉子说道 粗壮汉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到了生谢 留下了几枚铜板 就离开了 这可让张元外来了精神 因为刚才的那个粗壮汉子 叫王二麻子 是个觉性人 平时憨厚得很 常去考科举 但他考了那么多年 却是连秀才都没考上 一次 张元外喝酒喝得正兴奋时 就拿考科举 连秀才都考不上这事 笑话了一番王二麻子 却没想 平时憨厚得很的王二麻子 直接把他给拎了起来 丢进了毛坑里 嘿 大家都说你算得准 你给我算算 张元外坐在了道士的身前 说道 这位老爷 你最近应该是走了些偏财 道士说 这件事 县里的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张元外说 道士深吸了一口气 说 老爷 黄皮子给你送金子 是想做你家的上门女婿 那些金子就是聘礼 你收了金子 就是答应了他 你要做好准备 你家女婿才是个畜生 你家女儿才要嫁给个畜生 你个王八蛋 张元外爆跳如雷 一下掀翻了桌子 然后再一脚 把道士给踹翻在地 张元外一招手 随行的恶奴随即上前 围住了那个被踹翻在地的道士 你个王八蛋 你咒我是吧 好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 你让我的这些下人 把你给打死 二 你给我磕头道歉 张元外说道 被王二麻子丢进毛坑的张元外 都没陷在这被说女儿要嫁给个畜生的张元外生气 女儿是张元外的心头肉 所以现场那么多人 没一个赶上前给道士求情 你别看张元外平时和和气气 像个普通老百姓一样和百姓们相处 但真生气起来 有个当县令的儿子兜底 张元外可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老爷 我不过是实话实说 要是小的不小心惹恼了你 小的愿意给你道个歉 赔点钱 但磕头就不必了吧 道士说 张元外阴沉着脸 没说话 只是挥了一下 恶奴们领了指示 就用拳头招呼起了道士 道士体落 才被恶奴们打了几下 嘴角就渗出了血来 哥哥几个 你们再多打几下 他就死 停停手吧 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挤开了恶奴们 拔道士给护在了怀里 杨石头 你是想当英雄吗 张元外不悦地说 张老爷 您看看他 都半死不活的了 要不 您就高抬贵手 放过他吧 五大三粗的杨石头说 好 你杨石头想当这个英雄 我就让你当 只要你给我磕五个响头 我就放过他 要不然 我就让他们把你一起给打死 张元外说道 杨石头二话没说 就给张元外磕了五个响头 杨石头磕完头后 张元外又恶狠狠的 朝道士吐了口唾沫 这才领着恶奴们远去 可怜人忧 杨石头说着 便把道士背去看了郎中 替道士付了医药钱 杨石头才回家去 到了家中 杨石头就撑着要 把刚才的事 说给了他那 躺在床上的老母亲听 好孩子 你做的是对的 银子没了 还可以再挣 要是人没了 就是真的没了啊 杨石头的母亲吴老太说 吴老太觉着没什么 但杨石头的心中 却满是愧疚 因为他给道士付了医药钱后 就只够给吴老太买半服药了 第二天 杨石头照常 在石县做完活后 就往家里走回去 但杨石头走在半路 就被一人给拦了下来 恩人 倒是拦下对方说道 恩人 你最近时运走低 异域小人 还请多加小心 多谢 我会多加小心的 杨石头爽朗一笑 还有 以后就别叫我安人了 我叫杨石头 在下徐硕 倒是徐硕也洒然一笑 杨兄 今后你遇见了些怪力乱神之事 大可以来找小弟 小弟对付这些 最有一套了 杨石又与徐硕闲聊了几句 便往家里赶去 但杨石头才一到家 就瞧见 吴老太嘴边满是血的 双眼紧闭的 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 杨石头见此 赶紧抱起了吴老太 去找了实现的郎中 还好杨石头送至及时 吴老太这才有惊无险的 被郎中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 安慰了几句吴老太后 杨石头就独自来到了门外烦恼 人士就回来了 却不够银子付钱 虽然那位老郎中 是个心善之人 宽限了杨石头几日 但杨石头却不知道 在这几日中如何筹够那笔昂贵的银子 这位兄台怎么把眉头扭这么紧 是不是缺银子用啊 一个脸色苍白的男子 坐在了杨石头的身边 见杨石头不说话 那男子又道 俗话说得好 一分钱也难倒英雄汉 兄台 缺银子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男子望料望四周 才凑到杨石头的耳边 又巧声道不瞒你说 我这有个很快就能凑到 一大笔银子的法子 而且不靠偷 也不靠抢 说来听听 杨石头心动了 男子掏出了一个盒子 塞在了杨石头的怀中 说道 只要你每天晚上 给这个盒子上三炷香 就会有一大笔银子 出现在你家中 不过 切记 你一旦开始进香 就不能停 直到你死为止 男子说罢 就讨也是的离开了 转过一个街角 男子回过头来 看了一眼杨石头 小声道 兄弟 你别怪我 我也是走投无路 才找上你的 很是缺钱的杨石头 当晚就鬼迷心窍的 给那个盒子上了三炷香 声明 杨石头赶回家一看 果然 他家的桌子上 正堆着一座小山式的银子 杨石头欣喜若狂 拿着银子就往石线去 给郎中付了医药费 除此之外 杨石头还额外多付了些银子 让五老太好在郎中那 多休养几天 除了付给郎中钱外 杨石头没敢乱花那些剩下的钱 并且 他每天都会给那个盒子 敬上三炷香 而啊 你怎么都有白头发了 回家路上被杨石头背着的吴老太 望着杨石头的脑袋说道 娘 您别担心 我身体好着呢 我就是最近没睡好而已 虽然话是这样说 但杨石头可以明显的 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似乎是出了什么问题 最近 他特容易累 特容易腰酸背痛 杨石头也去看过郎中 但郎中也说不出个什么来 只是叫他好好晚上好好休息 石头 我的那些医药费 你哪里来的银子付的 吴老太突然问起了这茶 娘 您放心 那些银子 既不是偷来的 也不是抢来的 是而光明正大的正来的 老师的杨石头 心虚的说道 只子莫若母 吴老太沉下了脸 说 你给我说实话 见吴老太有些生气 杨石头这才如实的 把那天遇见那男子的事 告诉了吴老太 吴老太听完后 有些生气 拿了棍子 就让杨石头跪在他面前 你那银子还不算偷来的 娘平常是怎么教你的 你爸以前是怎么教你的 吴老太怒气冲冲的说 从今往后 你不准再给那盒子敬香 还有 那些凭空出现的银子 你全部给我拿去 散给有需要的人家 吴老太说 被吴老太训后 杨石头虽有些委屈 但他还是按吴老太的话 照做了 不再给那盒子敬香 把银子散给有需要的人 此时过了好几日后 一夜 在杨石头正睡觉的时候 屋外想起了一阵 敲门声 来了来了 杨石头不满的嘟囔了几声 就要去开门 但杨石头才走到门前 就吓得清醒了 这大半夜的 谁会来敲他房间的门啊 敲门声越来越急 但杨石头没去开门 而是来到了窗边 把窗户抬起一个小缝隙 往外看了去 这一看 直接把杨石头吓得 往后跌坐在了地上 直冒冷汗 杨石头不信邪 揉了揉眼 又抬起窗 看了过去 大半夜的 一具无头的尸体 正用力地敲着 杨石头的房间门 无头尸体敲着敲着 直接改用双手去推门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无头尸体 是怎么也推不开 杨石头的房间门 大概是五更天的时候 那无头尸体 才停下了推门 缓缓离去 又过了好几日 那无头尸体 竟是每日都会来敲 杨石头的房间门 这可把杨石头给下的 好几日都没睡个好觉了 这天 杨石头趁天一亮 就赶走了石县 找到了徐硕 把这几日的经历 统统说给了徐硕听 哎 杨哥 人一备孕 正是喝个凉水都会散牙 徐硕打去了一句 才继续说道 你呀 这是碰上了借阴财了 借阴财 什么意思 杨石头问 徐硕解释 借阴财就是透支 自己的寿命来换银子 这种邪术很难见 一般道人是会用这种方术的 因为会损阴德 但耐不住这种方术来钱快 所以总还是有些道人会用的 借阴财这方术 需要道人去请一个死人的一些衣物 放在一个盒子里 只要你每日给盒子敬上三炷香 那么被你取了衣物的那个死人 就会帮你连通地府 帮你用你的寿命 给你换些银子 但这敬香一旦开始 就不能停下来 要是停了的话 那么那个被你拿了衣物的那个死人 就会来找你要你剩下的那些寿命 而那几日来找杨石头的死人 之所以会进不去他的房间 是因为杨石头的房间门上贴有门神 除非杨石头自己开门 否则门神是不会让那死人 进杨石头的房间的 破解借阴财只有一种方法 那就是把那个盒子交给下一个人 让下一个人去借阴财 这样那个死人就会去找下一个人了 听完了徐硕的话 杨石头绝望地瘫坐在地上 因为杨石头宁愿自己死 也不会把盒子交给别人 祸害别人的 杨石头不怕死 但他怕他死后 没人照顾吴老太 杨兄 你别担心 把盒子交给下一个人 祸害别人 那是庸弱道人才用的法子 你放心 我自有高明法子 不会让你祸害别人的 随后徐硕收拾了些东西 就跟着杨石头去了他家 徐硕拿到了盒子 打开一看 是一截手指骨 晚上 杨石头服侍吴老太睡下后 就回到了房间 我们不不些阵法什么的吗 杨石头问 杨兄 别急 还有个人没来 等他来了 我们再行动不迟 徐硕说 杨石头追问 徐硕卖了关子 只说是个贵人 徐硕 徐先生 可在此 一个剑梅星墓地汉子 提着一柄剑 带着一女子 推开了杨石头的房间门 朗声道 我在 我在 有啥事 关上门 过来说话 徐硕说 那剑梅星墓地汉子 关上门 带着那女子 走到了徐硕的面前 哗当的一声 就双双跪在了徐硕的面前 道 那日殴打先生 是家父的不对 还请先生大人有大量 救救我们家吧 张兴是吧 好歹是个县令 起来说话 徐硕把张兴和那女子 给扶了起来 但还不带大家说些什么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就响了起来 他来了 杨石头面露惨色地说 县令 你手中这剑 上过战场 杀过人吧 徐硕问 嗯 此剑是为千护掌送于我的 是上过战场 杀过人 县令说 好 县令 借剑一用 徐硕说吧 便拔出了县令的腰间剑 打开门 冲了出去 这是怎么回事 县令好奇地问 县令的压迫感 让羊石头战战兢兢的 长话短说地叙述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好了 切先令保剑 没一会儿 徐硕走了回来 把剑还给了县令 这就行了 杨石头有些兴奋地问 杨兄 没那么简单 但你也别担心 这事 我一定帮你解决 徐硕说 先令 说说你家与那黄皮子后来的故事吧 徐硕又说 先令叹了口气 说了起来 那日 张员外仗着恶奴 打了徐硕回府后 见到了已经喝了酒 去而又复返的黄皮子 张员外觉着是黄皮子酒没喝尽性 就要再去拿酒来给黄皮子喝 但黄皮子却拦住了他 又说 你拿了那么多金子 是时候该让我 当你家的上门女婿了吧 张员外有些花费意 但还是压着脾气装糊涂 张员外的装糊涂 让黄皮子很生气 大骂了一张纸圆外 黄皮子骂完 就放下狠话 给张员外五天的时间 做好心理准备 五天之后 他会再来 要是张员外还不答应 他就要强行掳走张员外的女儿 并且让张员外不得好死 五日后 黄皮子又来了 这次 张员外还是老办法 装糊涂 黄皮子连说了三个好后 就往张员外女儿的闺房去了 当张员外赶到时 张员外的女儿张玉兰 已失去了意识 躺在床上 被拖了个精光 就在黄皮子要强行玷污张玉兰时 张员外就上前 要打黄皮子 但张员外哪里是黄皮子的对手 没几下 张员外就被掀翻在地 正当张员外在犹豫 要不要叫人的时候 先令忽然出现 举剑就把黄皮子 杀得落荒而逃 这才保住了张玉兰的清白 而后 先令便天天把张玉兰带在了身边 但张员外却遭殃了 没那有杀气的剑护体的张员外 天天被黄皮子折磨 没几日 黄皮子便折磨断了张员外的一只胳膊 有人建议县令外出 去请道人来 整只那只黄皮子 有人则是建议 不如就近请徐硕来 整只那只黄皮子 先令考虑到 张员外可能坚持不到 他把道人 从石县外请来的那一天 所以 先令就去找徐硕了 但到了徐硕家中 先令只见到了一张纸条 于是 先令便依照徐硕在纸条上写的 来到了杨石头的家中 找到了徐硕和杨石头 这位就是张玉兰吧 哎呀 别说是黄皮子了 就连我见了 也很是心动啊 徐硕说 徐先生 只要你救了我们一家子 我就做主 把我这小妹 嫁给你 县令说 听见这话 依然记恨被张员外殴打的徐硕 说道 三件事 做到就可救你们一家的名 第一件事 把你们家在石县后山上 修的那座庙 供奉上关公 并且 让他杨石头来做庙主 可 第二件事 把你的小妹张玉兰 嫁给他杨石头 可 第三件事 你们张家 要拿出一百两银子给他杨石头 因为是他杨石头 来救你们张家的 可 爽宽 县令 徐硕说 爽不爽宽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要是你们两人 救不了我张家的话 我不介意动用官兵 来抓了你们 除以灵迟 县令说 请县令放心 明日 就明日 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徐硕说 县令 公身道谢后 就带着张玉兰离去了 天明 徐硕先带着杨石头去了他家 拿了些东西 再去找了县令 跟着县令去了后山上的庙 望着威武庄严的官公像 徐硕说 招呼百姓们来进乡吧 人越多效果越好 官公庙一开放 还不用县令去招呼 就有不少人来进乡 百姓们虔诚恭敬的 上香许愿 县令等人 前脚刚到张府 黄皮子后脚就来 他那张皮包骨的脸 在人群中 微细细的时候瞧着徐硕 黄大仙 我想你也清楚 人要殊途 你要是现在就收手 还来得及 徐硕躲在县令的背后说道 黄皮子不废话 开始尝试用精神力控制徐硕 大家别看他的眼睛 县令 你拿着剑 不用怕他 但你切记 别离我们太远 徐硕大声说 黄皮子剑没机会 就转身往张府的别处去了 县令 你快去救你爹 他又要折磨你爹去了 徐硕说 先令提着剑 拉着张玉兰的手 就找张员外去了 徐硕没坐停留 他带着羊石头又返回关公庙 徐硕点上三柱箱 跪在了关公向前 说道 关公在上 道任徐硕有礼了 关公在上 庙柱 杨石头有礼了 杨石头说 做完这些 徐硕和杨石头 公公静静地把箱插进了箱炉 过了一会儿 徐硕才声呼出一口气 道 杨兄 这箱没断 关公认你了 你有救了 多谢多谢 杨石头拉着徐硕的手 千言万语 却只说出了这句话 晚上 徐硕等人端坐关公庙中 一更十分 徐硕才站了起来 让杨石头拿着县令的箭 陪他一起走了出去 杨石头才走出了关公庙 没几步 无头尸体就来了 无头尸体眉眼 却直直地往杨石头抓了过来 杨兄 别发愣了 拿箭砍他 徐硕大喊道 杨石头这才回过神来 拿箭砍在无头尸体的身上 但在县令手中 可笑你如铁的宝剑 到了杨石头的手中 却伤不了无头尸体一点 嗯 哪里出错了 徐硕疑惑地说 杨石头剑手中剑 伤不了一点无头尸体 变掉头就跑 杨石头跑着跑着 就跑到了徐硕的身边 因为 一只黄皮子拦住了他的去路 哟 黄大仙 还记恨着白天 我戳穿你法术的事呢 这都要来插一脚 徐硕说 黄皮子阴沉着脸 一下就跳在了无头尸体的肩膀上 真是会气 徐硕说 黄皮子骑着无头尸体 就抓向徐硕 杨石头拿着剑 顶了上去 但无头尸体被黄皮子操纵得很灵活 一下便夺过了杨石头手中的剑 没了剑的杨石头 指一下 就被无头尸体给打飞了出去 你很危险 黄皮子说吧 无头尸体便一只手压住了徐硕 一只手举剑 杀 黄皮子一声令下 无头尸体的剑 一下刺向了徐硕 但不知何时 杨石头顶在了在徐硕之前 接下了无头尸体的猛力一次 宝剑穿进了杨石头的尸体 接着 薛便从杨石头的尸体里涌了出来 杨兄 徐硕哭红了眼 但深弱的他 对此 薛一点办法都没有 无头尸体取出剑 就把杨石头给丢在了一边 杀 黄皮子又一声令下 无头尸体又一剑刺向了徐硕 但这一次 剑却被不知从何处出现的杨石头 用手给握住了 官二爷说 我替兄弟挡了一剑 他便替我解决眼前危难 杨石头闭着眼 生硬地说 一只手握住剑的杨石头 另一只手一下便捏住了黄皮子 捏出声音为言宏伟 震得黄皮子昏死了过去 被别人利用 是个可怜人 我不怪你 你去投胎吧 杨石头手一挥 无头尸体便言消云散而去 带黄皮子从杨石头的手上消失后 杨石头恢复了 杨兄 真羡慕你 还能被官老爷附身 徐硕说 官二爷没附我身 他只是借了点力气给我 杨石头骚了骚头说 哈哈哈哈 这我也羡慕啊 徐硕大笑着 带着杨石头走回了关公庙中 过了几日 在县令张兴的多次劝解下 张元外才不情不愿地 给了杨石头一百两银子 并把女儿张玉兰农作物给了她 后来 杨石头带着母亲吴老太 和妻子张玉兰在关公庙旁住了下来 就这样 他们一家人打理着关公庙 平淡而又幸福地生活了下去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